中国的谱子主要就是给两种人用的 第一种 不认字的人 异计啊 很多是不认字的 我们解放前那些唱戏的 有大明星都有是吧 角儿啊 认字吗 不认字 他能唱那么多 背过那么多 不认字的 不认字 不认字怎么办啊 就给他用简化字 简简化字 所以就半字谱啊 简字谱啊 他只能认清一些符号 别的搞不清楚 所以公尺谱啊 很简单啊 那么几笔啊 对不对 第二种 给初学者用的 比如弹琴 你学弹琴 一开始要看谱子 真正的文人是不需要谱子的 文字就是谱子 我们学音诵就明白了吗 简字就可以唱了吗 对 高低长短 对不对 为什么非要固定呢 没有必要固定吗 它定性不定量啊 那是对的呀 以定性这件事情 见了文字 你就看出来了吗 定量这件事情 是你自己的事情 哪需要谱子 我们早就超越了谱子的阶段了 对吧 现在呢 明月队演奏的时候也摆上谱子 然后 这是什么事啊 这是对吧 这是太奇怪了 就看这些字 我们就该知道这首诗怎么唱 就这样 我看是不是这样啊 我们回到这个文体 它的这个文体叫香鹤歌 什么叫香鹤歌呢 这个很明确的 叫做 一人唱 三人喝 直结者歌 古书就这么记载的 一个人唱 几个人喝啊 几个人喝 几个人喝 是吧 三是一个虚的数量 就是多的意思 几 就相当于今天说的几啊 一个人唱 有几个人喝 直结者 结是什么 就是结拍器嘛 今天看过什么唱金玉大鼓的嘛 拿着一个锤是吧 咚 哒哒哒 就那个东西是吧 那么直结者 他来唱 那么直结者就是这个 一人唱的这个人 他拿着结 他来唱 别人来喝 什么叫喝 这也要说一下 那么西方的音乐呢 有和声 和声啊 是吧 三度和声啊 倒 咪 骚 是吧 那么我们成立一个乐队 来唱这个 比如说男声 这个体冲唱 是吧 那么男高音唱骚 男中音唱咪 男低音唱刀 三个人一块唱 这个就叫和声 小乐队是吧 这个 什么什么 集中唱的 就是这样子的嘛 合唱就是这样子的 钢琴 两个手弹 也是这样的嘛 是吧 和声最好听啊 三度和弦 最好听啊 适合人的耳朵啊 这西方人是这么说的 其实也不一定 像我们西北 好多民族 一直上两度和声的 这和声 所以这个 以前我们好多音乐学家觉得 哎呀 西方这和声太好听了啊 整个音乐是立体的 一个力度 一个表现力啊 我们中国没有啊 我们汉族没有啊 所以到处找到处找 后来又找到了洞族大哥 洞族啊 洞族有 洞族有 你看我们中国也有和声啊 这没有必要嘛 干嘛要跟人拼着了呀 对不对 人家有和声 我们就得和声 对吧 人家有史诗 我们就得有史诗 是吧 人家有什么 我们就得有什么 这事 人家有高鼻梁 我们也去惦记啊 是吧 这个 为什么要这样呢 是吧 我们没有和声 但是我们有和 和是什么呢 和不是三度的和弦 不是的 他一度也没有 他就是自己 跟自己一模一样 是吧 你说一模一样 有什么意思 一模一样 有意思 你们有弹古琴的吗 弹古琴的呀 这古琴呢 有琴歌 是吧 最著名的琴歌 像阳关三碟 很有名了 是吧 什么萧香水云 好多的 弹琴怎么弹 唱歌 琴是这个世界上 不给人伴奏的 就唯二的乐器之一 就我所知 世界上不给人伴奏的乐器 只有两种 一个就是琴 一个就是口弦 口弦 也是我们中国 从海南一直到东北 全都有的 口弦有各种各样的 口弦是用来说话的 琴 是用来贺的 不是用来伴奏的 我们现在叫古琴 以前就叫琴 琴就是那个东西 自从有了小提琴钢琴 我们才管它叫古琴 那本来就叫琴 琴是华夏民族 最正宗的乐器 不给人伴奏 比如说阳关三碟 一上来 琴和街当春 弹琴怎么弹呢 一声不多 要开始发声 一块发声 要结束 一块结束 力度拐的那个弯 那个音 完全一样 就这样 绝对不可能说 这个就叫伴奏 没这个 你去看古代的琴歌 全都是人和琴 同时发声 也没前奏 这是为什么 因为琴是另一个人 琴是你的知音 对吧 你看知音都用琴 有没有说琴是知音 都用琴 为什么 琴是另外一个人 你在唱 他也在唱 你们一起唱 所以古人很尊重琴 弹琴要焚香 是吧 要很尊重 然后才能弹琴 他是另外一个人 要抚琴 现在不同了 现在琴也开始 他伴奏了 人和人唱歌 也是这样 公园里 我不知道广州公园 是不是这样 北京公园 反正是这样 好多老头老太太 在唱歌 广州也这样 是吧 我去看 一大群人唱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 叫中国 这大家一块唱 老外从旁边经过 好奇怪的 他说这帮人 有老有少 有男有女 声音有高有低 干嘛你们不分一和声呢 不分声部呢 对吧 所有人都一边高度 高的上不去 低的下不来 但所有人都一样的 我们管这叫大和唱 外国人说 这点叫和唱 大齐唱 一起唱 所以说 中国人不行 这音乐不行 就不会唱歌 外国人 你想一想 回忆一下 各种电影 电视剧中 老外开始唱歌 只要是两个人唱 他就分声部 他两个人唱同样的 他自己觉得别扭 为什么 他从小训练的 两个人 他就自然会分声部 有一个配合 但中国人呢 甭管多少人 自然就会找齐 你看你们班也是 这边一送的时候 都找齐 是吧 为什么 这是我们的民族性 这个叫和 这个不是不好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民族的特色 和有什么不好啊 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 两个人唱同样的旋律 不好听吗 音色不同啊 还有 进一步说 两个人真的能唱得 完全一样吗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我们追求的是什么 就叫做 同中有异 这叫和而不同嘛 就是这个 我们就求的这个效果 人跟琴一起 人跟琴的声音一样吗 不一样吧 正因为他努力的求一样 而实际又不一样 这个美就出来了 就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我们体会到我们两个人 音色完全不同 但是唱同样的旋律 但是还是你是你来 我是我 我们各有我们的个性特色 这就叫和 这种方式叫和 我讲明白了吧 现在我们回来 看这首诗 你明白了 什么叫相贺歌 这首诗就 能看明白了 我们说这首诗 一人唱 几人贺 几个人贺 这首诗几个人贺 几个人 一个人 是直截的那个人 唱的人 跟他贺的是几个人 四个人 而且我还知道 这四个人的站位 对吧 那个艺人 唱的那个人在哪 在中间 那四个人呢 分战 东南西北 是这样吗 好了 第一句 江南可采莲 谁唱的 直截者 直截者唱的 第二句 连夜和田田 谁唱的 直截者唱的 第三句 鱼戏连夜间 谁唱的 还是直截者唱的 鱼戏连夜东 谁唱的 东边的人唱的 东边的人唱的 不是 再想想 是什么 一人唱几人贺 谁唱的 鱼戏连夜东 中间的直截者和 东边的那个人贺的 贺的两个人 是吧 他是东啊 所以他不是跟西南北的人贺的 是不是 那么鱼戏连夜西呢 他和西边的人贺的 鱼戏连夜南 他和南边的人贺的 鱼戏连夜北 他和北边的人贺的 很清楚了吧 好了 我们再看高低 江南可采莲 连夜和田田 哪句高啊 你现在读一下都知道吗 哪句高 就像昨天我们判断木瓜那样 是吧 哪一句读的时候应该加重 哪一句啊 第二句 很明显嘛 是吧 江南可采莲 那没什么了不起啊 可采莲什么了不起啊 所以他说可采莲 但是了不起的是 那和叶是那么的多呀 一大片呀 所以连夜和田田 他用了和字嘛 所以第二句高 第一句低 比如说用中调 第二句高 用上调 第三句呢 高还是低啊 低 很明显又该下来了 而且他为后面这四句 做准备 那为什么多出这么一句来呢 这个结构上 好奇怪啊 是吧 像木瓜不就这么三段吗 他这多出一段 多这一段干嘛用的 你看一看这局势 你觉得他干嘛用的 鱼戏连夜间 连夜间 哎 让那四个做准备用的 是吧 那怎么叫叫四个做准备呢 鱼戏连夜间 你觉得他什么动作啊 叫你唱 你什么动作啊 肯定是 是吧 到处都有鱼 他在连夜间戏 所以它是个旋转动作 假如说这个直截者 是这样旋转的 那四个人呢 如果你编过五就知道了嘛 是吧 那四个人怎么转 反方向转吧 他肯定是这么转的 所以这是这四个人的上场 这四个人怎么上啊 哎 汉月佛这是上场口啊 这是下场口 这样上的 这样上的 所以头两句的时候 只有直截者一个人在场上唱 第三句的时候 他请上其余的四个人 那四个人一定是什么动作啊 像鱼一样的游上去的嘛 对吧 这肯定是这样嘛 你想那么想 好了 然后 就后面这四句了 这四句我们就有个问题了 是吧 那为什么是北结束呢 这样 如果你吟诵就明白 这首诗 只有两个入生字 一个是夜 另外一个呢 北 夜和北都是入生字 我们把这四句念一下 如果南在后面 押韵的 鱼系连夜 东 鱼系连夜西 鱼系 鱼系连夜北 鱼系连夜南 压韵的 最后拖很长 但如果我们是北结束 把南条前面再来 鱼系连夜东 鱼系连夜西 鱼系连夜南 鱼系连夜北 你看 节奏上不同 节奏上不同 前三句节奏是一样的 最后这句呢 它顿住了 收住了 这个古代的戏曲中呢 叫亮相 亮相啊 我们中国人演戏啊 出来之后呢 哐 先亮一相 然后才能开始表演 对吧 下场的时候呢 也要亮相 要哐 哐哐哐哐走 为什么一定要两头有个亮相呢 表示 我 不是我了 我一亮相 我不再是我了 我是那个面具了 再一亮一个相 表示 我又回去了 我到后台了 这样 西方的戏剧不是这样的 是吧 上来就出来 一出来就是那个 角色自己 就这样 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是所有的诗 都需要一个亮相呢 为什么就这诗需要亮相呢 你看看它站的方位 这样的一个队形 如果你编过舞就知道 这种队形呢 特别容易散乱 是吧 站成一排 或站成一个三角 或一个半圆 这个容易取齐啊 大家互相余光能看得见 是吧 我们动作能整齐 说站成这么一个菱形 对吧 这个互相看不见啊 这个问题啊 有这么个问题啊 要取齐啊 那结束的时候要整整齐齐 有五个人呢 是吧 整整齐齐的 所以要用入圣字 连续两个入圣字 余系连印 呗 亮相用的啊 还有 还有一个原因 这样的一个做法 这些贵族们坐在这儿 主位在哪儿 主位在哪儿 是东西南北的哪个方向 不对 有句话叫什么 坐北朝南 所以他呢 在北边 主位在北边 而汉乐福的表演 是四面舞台 全都是舞台的 是吧 他不是单面的舞台的 所以他要照顾到四方 所以东西南北的人 他都要给他表演看 但是最后亮相结束的时候呢 面相主人结束 然后再下去 这样才有礼貌 所以是北结束 四句之间高低关系是什么样的 东西南北 没什么意思的差异啊 对不对 没什么意思的差异啊 前四个字又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四句的高低 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东西南北 这四个字的字音的高低 对吧 那东是什么 音平 西呢 音平 南呢 阳平 阳平比音平要高还是低啊 忘了 清升为阴 浊升为阳 清升高还是浊升高啊 清升高嘛 对吧 音平高 阳平呢 低一点 北呢 入升 平低色高 这就是这四句的旋律 互相的旋律关系 很清楚吗 很清楚啊 但我现在 因为普通话是平高则低的啊 平高则低的 所以我现在唱的这个普通话的呢 这个阳平比那个音平要高啊 我觉得也不是关系很大 所以原来它的这个旋律应该是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第四句 现在我们是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第四句是这样的啊 这个要做个说明啊 我觉得对意义影响不大就这样子了啊 但是反正你能知道他们的相互的旋律关系是吧 现在就行了吗 可以引诵了吗 很简单了吧 对不对 很简单了吧 对吧 我们矿泉水调就可以是吧 旋律虽然跟汉朝不一样 但是长短高低是一样的 嗯 基本的风貌是一样的 对吧 第一句怎么唱 江南可彩莲 对啊 因为你要为第二句往上升做准备啊 你那个彩莲最好不要像江南那么高 不要在一个线上对吧 不要在同一个调上 所以你江南可彩莲 如果同一个调就是江南可彩莲 是吧 那么我们最好是江南可彩莲 一个上调一个下调这样好啊 然后呢 整个向上跳对吧 我们说第二句要高嘛 所以连夜上去了嘛 连夜 河田田 啊 运要破场了对吧 听完了吗 第三句呢 再下来 鱼西连夜 前 于是后面的四句了 后面的四句的速度 节奏速度 比前面你觉得要快还是要慢呢 明显要快了 相和了 所以 鱼西连夜东 鱼西连夜西 鱼西连夜南 鱼西连夜北 但是这儿又有个问题啊 我们一唱就会发现 如果最后这个鱼西连夜北 它是直接者跟北边的那个人喝的 还是没有办法取齐 那仨人怎么办呢 所以他应该是五个人一起喝的 但是如果是五个人一起喝的 北边的那个人就失去了单独喝的机会 这个不符合我们古人的这个中国人的做人的原则 对吧 所以答案一定是 再来一遍 所以它是有重复的 好 全明白了吧 連舞蹈动作什么全都明白了 是不是 一开始 上场就是直截者一个人站在那儿 是吧 先上来 还是一敲 咚 是吧 开始 然后 江南可采连 连夜和田田 这个时候 那四个人开始从那上了 对吧 于是他开始介绍这四个人 是吧 于西连夜街 正方转过来 四个人方位占地 于是 是 于西连夜东 于西连夜西 于西连夜南 于西连夜北 然后呢 再来一遍 于西连夜东 于西连夜西 于西连夜南 于西连夜北 西连夜北 下台 下台 什么样的 不需要谱字 看到这些字 我们就知道它是怎么唱的 可以恢复回去 对吧 你这样一唱 这个汉月府的这个风味 整个就出来了嘛 是吧 不是个男士 只要会音诵就行嘛 哈哈哈哈 对吧 来 我们 来几个老师来表演一下 好 我来做那个直截者 四个老师上来 我们在这场地来试一下 试一下 感受一下 谁愿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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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四位老师 先上四个 下一次我就不做直截者了就行了 好吧 来 这个 我们场子如果是这样的 上场口在这边 你们到那去排好队 在这在这在这排好队 小心那个 小心电线 好 站成一排啊 站成一排啊 站成一六啊 对对对 靠紧密一点 紧密一点 紧密一点 好 那我们以这边为北 那这边就是南 这边就是东啊 这边就是西 是吧 你们上场呢 我想我是这么转 那你们是这么上的 那您就是西边的那个 您要走的最远 走到那去是吧 那您就是北边的那个啊 那您就是东边的那个 最后就是南边的 搞清楚了吧 搞清楚了啊 然后听我唱到 连夜和田田 听到那个田子 就开始往上上 上的时候像鱼一样的这样 哦 这样上 好吧 好来啊 你们就是 汉代的贵族们啊 哈哈哈哈 在艳想是吧 啊 我们来啊 江南可采莲 莲也和田田 下台 哎 来 谁再上来试一下 你们来 五位 自己做直截者 直截的时候可以拿一个道具拍摄 直截了 没拍子 来 再来五位老师来试一下 先放了四位 来 再来几位 感受一下 才三位 再来一位 再来 直接表 他对艺术要求高 他得回去练好了才行 你要把它放成一种美人之间的一种娱乐就可以了 当然这是一页小之的 原来 原来 那算了 我来直接吧 你们站好了 还是这样 对 您是西的 您是北边 您是东边 您是南边 北边的 这个杨老师 你要记得 到最后 于西连夜北的时候 所有人一起的时候 你要面向那边 不能面向我了 第一次要面向我 相和 对吧 他最后一起集体亮相 是吧 好吗 那我们再来 好 江南可采莲 莲 莲也 也和 甜 甜 也和 咖 谁 这 verified !? 我们 回去就可以给孩子们编舞蹈了吧 哎 很容易的嘛 这个就是说 吟诵的时候要注意文体 如果这是一首舞谷 那就完全不同了 但是乐福 那个就又是另外一回事 同样的字在不同的文体里 有不同的读法 实际就是这样的 所以要关注这一点 那怎么才能熟悉文体 你们可能现在觉得 对文体的知识好像太贫乏 多读点中国文学的东西 古代文学研究的东西 文体方面现在最好的一本书 是楚宾杰的 楚宾杰先生的 这是北大的教授已经去世了 楚宾杰先生有个 中国古代文体概论 不厚这本书 买一本放在手边 没事的时候去翻一翻 去对照一下 中国古代文体概论 好 我们再换一首 我们再换一首 谢谢你 谢谢你